大家都知道林总很早就投资茅台了 而且拿着茅台也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想问两个很实在的问题 第一,茅台您准备什么时候撤 第二呢,现在还能不能买这个价位 是这样啊 我们买入和持有是完全两个系统 茅台我是应该是03年到05年底买入的 我买入花了两年多时间 那么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茅台它是龙头 我是买五粮叶开始的 买五粮叶以后我报表给别人看 别人说茅台会更好 我当时一看我说确实茅台的各种指标都比五粮叶好 我就停止买五粮叶了 就一直买 那么当时我们买入价值 大概我出生29块钱开始买的 后来一直买了两年跌到19 跌到19块多 一直这样叫什么 他说2005年以后 就是底以后 就是茅台超过40块我就没买过了 一直持有到今天 超过40块的茅台 您就 我认为都高了 40块就高了 对,但是因为我们平均价大概20多 那时候又正好遇到了个几年的大熊市 那根本高了一点我就不敢买了 那么这么多年茅台给我的分红 我也最多是把分红买了 就没买过了 你说今天这个茅台该不该买 茅台我们的判断 因为它是成瘾性的东西 还没有达到国际的平均水平 PE啊 持有 我是持有 我们以股也没卖过 我现在会继续持有 但是让我今天买 不 不进入我的系统 我连现在 可能我就不关心这个东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